國際金融 那國際金融跟上學期 大家所學到的國際匯隊 不是看一樣 那這個國際匯隊上學期 所學到是教你 基本上是金錢上的一個兌換 那他教你是如何透過匯隊的方式 譬如說我去進行 套匯、套利 那基本上來講 還有這個國家專門做外揮 他如何去管理等等 那上學期是講到這個 有關國際匯隊的一個基本的知識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這學期可能會比上學期難一點 因為這學期我們要講到是國際金融 那這個國際金融比較偏向理論上的東西 那我們會介紹整個國際金融裡面的四大理論 這個匯率如何來決定 那這個決定不太像我們上學期所講的 就是直接透過外貨供給跟需求 那當然實際上是透過是這樣子 透過外貨供需來決定這樣一個匯率水準 那這學期我們會比較偏重的是 哪一些因素會去影響到 這個外貨供給跟需求的一個變動 你要知道這些因素 怎麼影響到外貨供需 你才會知道匯率水準怎麼變動 那當然各個學派他會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這邊我們會介紹到四大學派 他對匯率理論的一些不同的看法跟見解 那我們會去介紹這個之外 那我們還會介紹一些比較實務上的 譬如說常常看電視常常名嘴在講 用線性圖就是技術分析 我用線性圖來分析 或是我用流量 我用這個量來分析 這樣一個匯率水準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是屬於比較實務上的東西 那我們這邊也會簡單的一些帶貨 那你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有人用這樣子來分析 那除了這個是我其中好的重點之外 那我們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現在在講求整個全球金融自由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金融自由化 他有一些重要性 還有整個全球經濟整合的一些程度跟狀況 那我們在這一個學期都會跟大家介紹 那你至少要知道一下 目前拿幾大塊的這個經濟整合區 那他的對整個全球經濟的一個影響性跟重要性 那當然我們還會補充教材 前面這個都是我們課本9章10章 你可以找到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 固定會議跟活動會議制度之下 因為他也是比較理論 這個就是我上學期要你們回去看 IS線LN線 我們在這邊會透過上學期 應該一年幾次所學到的總體制機學 然後我們會再加上一個外匯市場 也就是我們會利用IS線LN線跟這樣一個VP線 三條線來探討不同會議制度之下 還有不同的資本移動性之下 政府政策的一個有效性 那一年幾年所學到的是 比如說我是公平經濟體系之下 我為了達到什麼樣的一個目的 那我可以實施總體政策 比如說像財政政策跟貨幣政策 哪一種政策他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當然就知道不同情況之下 這個政策有效性是不太一樣的 可不可以 那這訊息我們會多加一個外匯政策 而且還會依照 因為有了國與國之間的一個經濟活動 那金錢上網在外匯市場上 所以這邊的匯率制度也會影響到 我們政策的有效性 所以這兩張加起來 會有三四十個可不可以 那他很簡單 只要你前面剛開始懂 我什麼樣的政策 以什麼樣的線 我不同的匯率制度可以影哪一條線 你這些只要搞清楚 那你就可以去分析 為什麼日本他要實施這樣一個 寬鬆性的迫避政策 那他為什麼不太實施這個財政政策 那早期在1980年代 那為什麼日本實施寬鬆性的迫避政策 會被美國譴責 會被其他國家譴責 但是這邊我們都會看到 你實施這樣一個政策可能對自己有效 那可能會有害到其他國家 因為現在可能是全球經濟整合 整合程度非常密切 所以你實施這樣一個政策 可能會對其他國家有所影響 所以在這邊我們通通都會討論到 所以他的固形 基本上講非常多 所以在這邊我們會比較重視是你的分析 可不可以不太像商學期這樣子 很簡單 那這邊基本上講 你學了這麼多的東西 基本概念有了 你要知道怎麼去分析 不同的狀況給你 你可以利用你所需到的工具 下去分析 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這些國家都要實施這樣一個政策 然後為什麼其他國家會起來 他法說你實施這樣一個政策 對全球經濟是有害等等 那這個我們都可以從這邊來學到 可不可以 那這個要稍微用一點點心 所以剛開始如果沒聽懂 一定要問清楚 但後面的分析你會寫不出來 所以這邊我們會考比較實物上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會考2008年 為什麼美國要實施QE政策 那為什麼 比如說像之前的日本 為什麼要實施這樣QE政策 那為什麼會受到全球的一些 比如說一些譴責等等 那這邊我們會要求 你不肯把答案告訴你的 可是你要去分析為什麼 OK 那這個可能要用圖形啊 或是用你所學到的一些理論偵測來分析 可以嗎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考試重點 那還有考試重點 這個這個基本上是最難的 圖形是最難的 不過在這邊我們不討你圖形 因為再討下去一定可能全部都 畫在地板上而已 就像我們很多圖形這樣超小的超 也不曉得要超哪一個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 日本實施寬鬆性的破壁政策 那你講過有時候國家會譴責嗎 那這樣譴責基本上講 當然有些有些人講說 像去年自從爆發了2008年 群球金融海嘯 那大家都知道整個亞洲國家都在打破壁戰爭 那其實有很多學者非常擔憂 如果每個國家都加入打中貨幣戰爭 或是每個國家都開始進行貿易保護等等 那基本上來講 這個反而會對整個全球的經濟 會累況愈下 會越來越糟 那在這裡可能基本上來講 這些大火盆要做下來協調 所以在這邊我們會介紹 有很多的國際組織 在前面我們可以先介紹一下 對不對 好 然後在這邊這些大火盆要做下來 先介紹一下 會不會大家要各退一步海破天空等等 那這邊就必須要進行協調 那照理說這個以前的學者 他們有用化國形化ADS 基本上已經是把前面這兩張的國形再融合 你知道IS跟兩條線 兩條線同時編碼的時候 我們可以導出這個國家的走需求線AD線 你再搭配這個國家生產函數IS線 那再去探討 如果每個國家執意執行這樣一個政策 那基本上來講 對全球經濟 基本上來講是福利的 我們可以透過國形來看 那每個國家如果在採取報酷所段的話 那對整群有經濟又會震照 可不可以 所以這邊大家會利用協調 然後大家各退一步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用國形去證明出來 這個時候對所有國家會比較好 不過基本上來講它很擴張 因為這邊線動的又要回去動這邊線 這邊其實就動的又要回過頭來動 所以國形會比較擴張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們在這個議題我們就不用國形來證明 我們直接用一些議題來告訴大家 大家怎麼做 然後這時候會對大家會比較好用意 那這個是國體間的一個政策協調 好 那起頭考我們就重點是在第九章 還有這些圖形 那你要會分析可不可以 因為你已經婚姻又長大了 所以要會分析可以嗎 好 那這個基本上你如果跟開始可以的話 你這個考試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因為他同樣都是那些圖形 畫來畫去的可不可以 所以一開始如果不懂一定要問可以嗎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啟動考過後 我們要開始講經濟整合 那整個經濟整合 在啟動考前 我們會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只是告訴大家 知道說 陌險有哪些經濟整合的狀況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講 陌險整個經濟整合程度最高的 應該屬於是歐洲的經濟整合 因為他達到最高的層次是貨幣整合 OK 那我們會介紹他整個的貨幣整合的過程 因為他這個過程如果考到裡面 你一定又見不下來 因為都是時間點 那每個時間點可能會有一些爆發事件出來 好 那我們是希望讓你了解一下 你這樣一個東西 那你可以拿來參考一下 以後亞洲國將貨幣要整合 大家都會講亞約 那在成立亞元會碰到哪些問題 基本上講 這個歐洲貨幣整合 是我們的一個基金 那你稍微知道一下 那人家在問你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如果亞洲貨幣要成立的話 那他會面臨到哪些問題等等 你至少要知道一下下 那這個是我們會花一週來講 那接下來我們重點 期末考重點是在國際遺建危機 因為我們講過這個不太好考 考你的話你會記不起來 那這個東西也不用你實際 你只要知道這個東西就好 好 那我們講官員搭機體 空間不太夠 所以不太會考你我們十倍的東西 不可以 那接下來我們的重點應該是 國際遺建危機 那這個國際遺建危機是近十幾年來 然後康的一個議題 那基本上每年都有這個 國際遺建危機的爆發 只是大小而已 可以嗎 那小的通常大家可能報紙 報告一兩次 然後可能就可以繼續報 比如說像之前Q要退場 那有很多資金 比如說從土耳其 從其他或是亞洲國家 這樣資金退場之後 那基本上講 都對股會是有所影響 那曾經有些國家 基本上講 他的股票市場 這個金融資產價格就大幅下降 那引發一些小小的一個金融危機 其實每天幾乎都有 可以嗎 所以我們要介紹一下 什麼是國際金融危機 那他跟本土的金融危機 我相當 可以嗎 所以這邊可能要去區分一下 什麼叫國際金融危機 那在這邊特本14章 我會先跟大家介紹 是嗎 那我會介紹 為什麼會爆發金融危機 基本上講理論上很多 好 那學者他有提出來 那透過我跟大家講這些理論上的東西 你們再去分析後面這幾個 那這幾個 基本上講是這二三十年來 比較大的一個金融危機 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層面比較大 那我們特別拿出來講 比如說最早大家知道的 日本的金融危機 不過這個很少人知道 大家只知道說 日本經濟迷失了十年 那十年是從1992年到多少 2000年或年 大家只知道這個 可是他不曉得那一年 基本上講是爆發了一個金融危機 日本一個金融危機 那因為日本是大國 所以他有影響到其他國家 那他怎麼去影響到其他國家 那因為在十四章我會先跟大家講 我會跟大家講有哪些管道 然後往後的這些的金融危機 你要繼續想 為什麼這個國家爆發的金融危機 會去影響到其他國家 他的管道是從哪邊開始引起的 這個你們要自己稍微去思考一下下 所以我們會先介紹1992年的 這一個日本的金融風暴 那接下來是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風暴 那因為他基本上講他很快播出 不過他影響什麼也很大 因為他跟美國家當時北美自由貿易去 所以他有影響到其他國家 所以這邊有照片拿拿出來講 那接下來是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 那這個基本上講也是很大 那就是因為這個金融風暴爆發之後 整個全球開始重視整個亞洲的經濟 可不可以 因為不是亞洲國家爆發金融危機 就強迫到亞洲國家 他基本上講也影響到其他國家 所以整個全球才開始重視到 亞洲國家一個經濟的一個發展 那11年俄羅斯又爆發了1998年的這個金融危機 那這個很好玩喔 這個1998年他爆發完 那基本上講1999年2000年都相關新聞 如果有看新聞的話都還在講 那基本上講經濟還是想不好 那很多人都會去搶華裔的超商 他們都搶錢他們搶東西 那可見他們錢幣子這樣子 是不值錢的 所以他們是搶商品不是搶貨幣 那到2000年 2000年還是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一向子到2003年 他馬上跟中國印度 他們要生成為什麼 精算事物 為什麼一下子的時間 就會有這麼大的一個轉變 那這個基本上講是值得大家去探討 其實他原因也很簡單 可不可以 那這個我們可以來稍微探討一下 那他跟他爭執是有關係的 跟最近大家就爆發那個 俄羅斯的那個奧運 東京奧運 基本上一講 他們很大的這個問題是財務 好 所以這個我們會再去探討一下 那這兩個應該是大家比較容易 大家比較知道的 在接下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的海消 跟2009年的歐債危機 那這個我們會講 那基本上你如果是去年 前年畢業的 前年資報報到這裡 這個我再去探討 這考到這裡 然後因為多加了 這兩個好事我會多加這兩個 那你如果明年再來 你還會再加 好 所以你修越多次 好事的內容會越多 可不可以 好 那接下來就是如果有時間 我們會去探討這個東西 那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會請業師來講 這樣一個譜貼 還有 將面臨到整個APP簽訂之後 總貿簽訂之後 那整個台灣銀行業的一個出入 那還可以看一個資格性 那如果樂隊的話 我們會請學者來講 那我們再去洗澡當中 然後最後是期末 好 都可以了